第1 超級短片 第2 超級短片 第2 超級短片 HELLO大家好我是熊熊 現在來玩冠軍連賽 用 霓虹軟糖 今天要用了四隻傘蛛 先跑怪異的馬花樹山林練習 我還是覺得他 技能可以跳躍的一點 還蠻麻煩的 很難操控 這個應該要吃到 如果出現在那種很多 彩虹熊的地圖 應該會暴斃 太困難了 我覺得也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才很多人選擇 巧克力球的服裝 沒有選這個 霓虹軟糖的 他如果把那個 他如果把那個剪刀 放在餅乾的頭上面的話 我覺得會簡單很多 可是他放在 有點前面的位置 我是覺得有點影響判斷 少一顆 哈嘍 哈嘍 四個 幾個 他以為 12個 魂 這個巨大化跟衝刺 有時候會忘記一次 這樣分數就差很多 這個 那是什麼 彩虹玻璃品 在練習模式吃得好像真的沒有用耶 你看左邊的列表是沒有出現的 看來真是Bug OK 最後一次技能 最後跳兩下 OK 換二棒 他一棒可以跑399 算是 還可以吧 他唯一的優點就是 因為他沒有任何補血的手段 所以不用跑太久 很快就能結束了 很適合 嗯 趕 唉唷 竟然沒有吃到耶 是他跳的關係喔 不是我 很適合趕時間的人 他最高了 剛才少吃那個 那一個 搖晃精果凍 所以少了一百三十幾萬 可惜啊 那是 人生的 技能跳躍動作 太可惡了 快要倒下了 這邊沒辦法跳起來鎖寫一下 等一下可以吃到一瓶大布 這邊可以吃到一瓶大布 分數好像還不錯耶 比上次跑還要高分 OK有跳到609 加上130的話610吧 是可以610的 再來是山中竹林的組合 需要用到 那個叫什麼 激光的寶物 激光對吧 第三個衝刺跳起來 他發動機的時候還是不要講話好了 等一下失誤就不好了 我還是忘記那個寶物名字叫什麼 好吧就叫他激光了 好 帶那個寶物是因為 需要距離 不然那個二瓶吃不到 最後一瓶大布 然後他在某一次 等一下好了 他在某一次改版的時候 新增最後重新會加粉 所以也不會到 很低分的寶物這樣子 喔吃的蠻乾淨的嘛 吃的蠻乾淨的嘛 這張地圖應該是最適合 有一個 霓虹軟糖跑的 因為沒有那個 彩虹熊熊 也沒有藥巾果凍 所以直接 發動技能就直接在路上走路就好 不用額外的跳距 快要發動 最後一次技能 最後跳躺下 OK 看準最後時機在跳躺下 OK 他在發動極光寶物的時候會有 以CD的時間嗎 他會顯示出來 所以很好判斷 在他快要結束的時候在跳躺下 可以增加很多距離 喔還好有滑下來 呵呵 剛剛吃到 寶物蟲刺的 欸應該是 藏寶圖的蟲刺 就直接滑下來 才不會漏吃果凍 結果就漏掉一個 漏一個星星 Tuc 我太貪心了 想說再多等 0.5秒在跳 結果沒有跳起來 喔沒有跳上去 你看如果剛剛沒有擠光的那個衝刺 人生是吃不到這邊的 這樣你看後面的分數都 浪費掉 唉唷 撞不掉 586然後發動極光 變成602還可以 雖然剛剛有一點小失誤 再來是最後一張地圖 就是新的 滅亡的王國廢墟用這一組 一樣要帶那個 藏寶圖寶物 他因為沒有任何的補血手段 然後 也沒有衝刺技能之類的 所以才需要帶引擎跟 藏寶圖 來增加距離 可是這樣子 嗯 算是比較穩吧 因為 有引擎的護盾 撞到就少300萬 還可以 至少是 不會輸掉整局的 這邊的藏寶熊熊 不需要跳 所以 會有肉絲的問題 等一下看看會不會有肉絲的問題 希望不要有 OK 我知道 最後一片 藏寶圖 這張圖 好像很多人討厭耶 這張圖好像很多人討厭耶 應該是太難的 應該是太難的 喔 他的那個 藏熊熊都會 剛好在底下耶 這樣就不會 就不用跳了 這邊有一點點恐怖 最後一次技能 最後跳兩下 最後跳兩下 396 好像沒有很高分 好像沒有很高分 好像跳太快了 好像跳太快了 阿 太早跳了 喔 還好有護盾 可是這樣就少300萬 喔 我想說怎麼會跳起來 嚇死我 原來是技能的跳躍 這樣我的引擎 要回歸了 OK 要多跳兩下 然後現在有引擎 安心不爽 OK 剛剛那邊 好像蠻容易肉吃的 可以吃到藥水 沒問題 欸 這邊 沒有跳好 OK OK 602 還算可以吧 那今天就差不多到這邊囉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按讚、訂閱跟分享 那就下次見囉 掰掰 에라 bung subscribed weise 他們 有 我們 說 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